话语实际,他的一生,完美了我 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读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是在9月25日,星期一 主题是建立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 在父、子、圣灵的名里给他们施禁 凡我所命令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看啊,我总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 阿们 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 新国纪版本中的开篇经文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命令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门徒就是跟随他们领袖的人 因此,如果有人拒绝跟随你,那么你还没有真正使这个人成为一个门徒 主对他们的愿望 主对他们的愿望 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门徒 陪同我们,效法我们的行动 做主要求我们做的事 在格林多前书11章1节中 使徒保罗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请注意,他并没有说 我已经把你们带到基督面前 所以你们要效法他 不 他明确地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因此,当我们把灵魂带到基督面前时 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去做我们所做的 并帮助他们养成去教会的习惯 让他们知道 教会聚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强制性的 路加福音4章16节 不要满足于他们只是来参加教会的特别活动 而忽略了真正在教会聚集会 他们必须成为门徒 而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以身作则 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为世界各地许多对圣灵知识的 热疹已经消退的人祷告 使他们的热情重新点燃 让他们认真对待与圣灵的香蕉和研读神话语的个人时间 彼此合一 稳固和成长 使我们教会 在信心和认真正在信心和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达到合一 长大成熟 达到基督完全的圣灵 在耶稣的名里 Amen 大家也可以参考 在使徒行传 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使徒行传 六章七节 Hallelujah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